大部份的你們都不懂 我是很喜歡 慘了 你們會不會unsubscribe我 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Justina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50 facts about me 現在最想吃的是美食 好難喔 天啊 因為就是單身嗎 所以呢 我手頭上整理了 整整50題的問題來回答大家 嗯 不管是已經follow我很久的朋友 或者是剛看到這個影片的新朋友 都希望你們可以透過這次的影片來更了解我喔 我們一起開始吧 我的名字是Justina Kwan 華語名是冠麗 也今年25歲 163cm 43kg 嗯 我爸媽 還有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 嗯 我的母語算是福建吧 然後華語 英文 國語 一點點的廣東 因為我媽是廣東人 我是Aims University大學畢業的 讀藥技系 Full time pharmacist 然後part time是social media influencer Full time 嗯 Lisa Blackpink的Lisa 最喜歡的歌好難喔 天啊 因為就是其實每一次都會喜歡不同的歌 真的很難很難 pass Australia 運動妝 我覺得運動妝給我的感覺是很舒適 然後又很方便 因為我很討厭穿裙 雙子座 A positive 應該是 學習能力強吧 心太軟 沒事的話會做什麼 睡覺 最討厭的事情啊 被朋友背叛吧 嗯 應該 現在最想吃的食物 等一下 Chillos 青菜吧 其實我有吃 只是 挑 其實 我可以 最快 五分鐘 洗完 應該跟我去旅行的朋友都懂 我很快就會洗完澡 因為沒有洗頭 人類 最喜歡的 生物 Coco 我喜歡 Avocado Milo Honey Lemon 這個不是打廣告喔 可是我個人覺得很喜歡 Aneesa這個牌子 雖然它的價錢是有點貴 可是 不怎麼容易曬黑耶 因為我本身是很容易被曬黑的膚質 所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 很榮幸的可以 以藥劑系的身份 畢業吧 最丟臉的椅子 應該是靜南車 最好的朋友是 哇 真的很難很難 pass 就以前很喜歡分享 OOTD 還有Dance Cover 應該是三四年前吧 二十歲左右 沒有三大 只有兩大 一個就是 這個YSL的 還有這個 阿爾瑪尼的 這個是 405 然後這個是YSL416 Body Lotion 我現在用這個是L'Occitane 我覺得他們的Lotion真的是很好用 因為我皮膚是偏乾的 然後塗了這個真的是好很多 因為早上我去工作 也是有冷氣這樣子 皮膚會很乾 晚上睡覺也開著冷氣 所以 建議大家就是 早晚都要塗 嗯...都是這樣子 每次補妝就是很趕時間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有MCO 我跟你說 在這個MCO我已經看了 好多部的Drama 尤其是在Netflix裡的 有那個 Hey Bye Mama 然後 Money Highs Crash Landing on You 一天一課 我還沒看欸 然後現在 在看這夫妻的世界 好恐怖 嗯... 以前有蠻常看Youtube的 現在比較少 我蠻喜歡看那個健身的Youtuber Chloe婷 其實我都會 preplan我的行程 我要做的東西 在這本小冊子 就是這個 因為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要做的事情什麼的 都會寫在這個 Rudely上 覺得手寫的比較記得住 比較會去做吧 Success is no accident 東西都是要自己努力得來的 不是說 天會掉下來給你 都是靠 努力 犧牲 我覺得 control mindset很重要 就是告訴自己說 不要壓力 想放鬆的時候 會做一些 我想做的事情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特定的 方式來放鬆自己 如果要說一個的話 我覺得Binang Hill不錯 就是可以看到整個冰塵的美景 不是 Oh! Interesting 大部分的你們都不懂 我是很喜歡看 噁心血腥的畫面 割喉嚨 割肚子 挖眼球 就覺得看得很過癮 慘了 你們會被unsubscribe我 可是鬼系我就真的不敢看了 惡心的畫面我可以 嗯 曾經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的確受了很大的打擊 雖然那時候follow我不多 可是他們 還是很支持我 替我講話 就覺得 不好意思 現醜了 其實我應該說 這才剛發生不久吧 怎麼說 就是被才藝叫這種的 啊 個人就是覺得說 不要拿別人來當話題吧 我覺得這是很不應該的 好下一題 這是我要給你們看的我的卸妝水 然後這個就是sephora的makeup remover 通常我要卸妝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棉花 很好用 不會脫毛 而且又薄薄這樣子 過後我就會用這個shimura的這個卸妝油 嗯 然後再 再洗臉 然後這個就是我 我收我makeup的 東西 真的是很軟的 需要整理一下 因為每次要出門 所以我就不會用 像這麼大個的 都是用 中等size吧 然後這是我放skincare的地方 就是多到 然後通常在這個包裡面的勒 我都是每天會用的 在外面的呢 就是想用就用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50 facts about me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們呢 記得點個like 還有subscribe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